哈利路亚 我听弟兄说这样 喊出来会比较不那么紧张 牧师 牧师还有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谢谢牧师 感谢主很开心的又可以上台做见证 这一次呢 就是要为那个到高雄 参加福气教会做见证 这次呢 参加三天两夜的幸福演习 当中感受到 对神的话非常的震惊 对听到的见证 充满感动 还有每一次的敬拜 都要把手举得很高 因为牧师坐在后面 所以要举得很高 没有啦 因为坐第一排 所以要成为一个模范 所以我们的手要举得很高 然后还有 当我手举很高的时候 口里唱着要把自己献上当活计 全人全心献给神 这时候就是 其实嘴巴里面在唱的时候 心里面就是 对 就是 当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心里面对神是一个挑战 因为 说到要做到嘛 所以唱到也要做到 所以要把自己献上当活计 这每唱一句歌词呢 对自己都是一个挑战 在第一次当台上 第一天的时候 当台上鼓声响起的时候 被台上的鼓声震撼 还有在电视墙上 有一段经文是这样跑过 在以赛亚书60章21到22节 自小的族要加征千倍 为弱的国必成为强盛 我耶和华按定期 述臣这事 刚好是我在今年三月份 自存小组的幸福小组当中 抽到的经文卡 其实我一开始不知道 这段经文是要祝福我什么 那时候就姑且把这段经文 当作是神在我们财务上的祝福 感谢神 这次还好 我有去高雄的幸福演习营 因为神透过字幕 已经把我当初 所不知道的答案告诉我了 就是我们的小组 我们的小区 还有我们的教会 要从微弱转为强盛 从小组要加成千倍 就是我们教会 千人教会百尖分堂的意象 这段经文有了印证 这就代表 不是在我们家财务上的祝福了嘛 对不对 所以那二十八年的房贷怎么办 有机会提早还完吗 感谢主 当我每次想到 想到这里的时候 总会听到一句话 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剩下的我都加添给你 所以二十八年的房贷是加给我的 我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感谢主 这句话的意思对我来说就是 当我愿意把神的事摆第一位 神就供应我的一切 其实我发现我自己是爱神 是很有条件的 我所做的一切 只是为了需要神来解决我的难题 所以我面对神很计较 我心里面常常在跟神说 主啊我就这么做了 是你说的哦 剩下你都要嫁给我哦 你要为你的话负责哦 这就是我跟神目前的关系 想要用交换的方式来爱神 但是就算是这样跟神计较 心里面很软弱 但是神还是爱我 还是跟我说话 还用圣灵充满我 我觉得神的爱真的是太超过了 感谢主 在幸福沿袭里面我也听到了 传福音是神所在意的事 耶稣爱你一直不只是口号 而是一个行为跟行动 回想起过去神才派天使 传福音给我传了四五年 我才相信受洗 因为神真的很在意我 为了拯救我跟我们家 若不是有人坚持对我关怀了四五年 在我最需要的时刻陪伴我在我身边 给我一个方向 我也没有机会进来恩宠领量他 同样的还有很多神在意的灵魂 渴望得到拯救 却不知道门路进到教会 以为教会只有基督徒可以进去 还有人现在被捆绑的环境当中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灵魂 需要被关怀 需要被陪伴 所以我要把这些福音告诉这些人 让他们知道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在阳西卢牧师他就讲一句话 爱就是做他最喜欢的事 最在乎的事 他问我 我爱耶稣吗 我的回答是 我想要再试着多爱一点耶稣 就像今天牧师在第一堂说的 其实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都有很多的不方便 但是我不要等到老了 走不动了 再来懊悔说 我没有来服侍神 因为不方便没有来服侍神 所以也引用了瑞吉哥 讲的一句话 我要重新调整现在所做的事情 我知道我很平凡 但是靠着耶稣 靠着弟兄姐妹 我也可以做伟大的事 感谢主 感谢主